来点音乐 弹出我的名字 周知肥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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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窝窝 你怎么在我家 周知 我住你家还挺忘的 你刚刚 他 跳得挺好的 你 看多久了 没多久 我警告你 不许说出去 你发誓 发誓 今天看了一整天的书 有学到什么吗 我今天看的是心理学 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你可以请教我啊 书上说 说人的选择 往往不是想法在驱使 而是潜意识 潜意识操控着 整个人的行动方向 就像人们常说的命运 所以了解了潜意识 就等于找到了命运的按钮 那 潜意识到底是什么呀 潜意识就是 在不知不觉中 最容易被自己忽略的 藏在心底的声音 心底 那 岂不是自己也很难发觉了 对 自己很难发觉 往往旁观者清 我明白了 所以想法决定言行 心底决定选择 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 很有可能也只是个假象 比如你 我 你自认为自己是一个 很冷漠的人 所以言行霸道 故作强硬 看起来生人物尽 但其实自己的内心 柔软得很 虽然说话不怎么好听吧 但细细想来 好像也没有做过 什么伤害我的事情 自己都没发觉 我说得对吧 所以 我找到你的按钮了吗 我 理解的 对吧 一排无盐 知斐今天心情不错啊 当然 跟云甸村的合作签订合同了 水厂的事情终于定下来了 我看不止因为这事吧 临时公告会议时间 又临时转投云甸村 那得就是给花花一个惊喜吧 你这爸总 是照惊喜的方式 还真不一般啊 我又不是你 你少当你涮小鲜肉那一套 你把我的喘色谱 周总 不得不说 你的身体状况改善很大呀 那我得要可以停了吧 是要三分读 中药可以暂停 但是我给你定下的 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 我们一定要保持 养生是我们一生的坚持 行吧 还有 针对你现在身体状况 我特意从我们施加拳里面 挑出来几个动作教你 只要你早中晚个恋一变 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 好 现在就开始练下 快 来 把腿敲开 来 然后 放松 向下 深呼吸 吐气 好 这个施加拳里面有这个动作吗 想学我们施加拳 首先你要先打通自己的筋脉 还有喊出来 快 好 没吃饭吗 大点声你跟我走 好 好 好